RCEP RCEP成員在2020年 正式完成協議簽署 超越歐盟成為全球最大的貿易集團 印度卻在簽署協議的前一刻 中途退出 好奇怪喔 能成為全球最大貿易集團的一員 不好嗎 印度為什麼要退出RCEP呢 好想知道喔 不然我來打電話問小樹蛙好了 喂 小樹蛙嗎 我是狐狸貓 哈囉狐狸貓 你找我有什麼事 是這樣的 我剛剛在雜誌上 看到印度退出RCEP的內容 實在是想不通為什麼耶 覺得或許你知道 所以想打電話問問你 嘿嘿 這是個好問題 不然這樣吧 剛好麥麥在我家看書 你要不要一起來呢 我們可以來討論這個有趣的話題喔 好啊 那等我一下 我馬上過去找你們 狐狸貓你看 這是我找到的資料 印度退出RCEP的原因 最好要從當代印度的經濟發展談起 印度的經濟發展歷程嗎 聽起來好難喔 光想到就頭腦打劫了 哈哈 其實啊 印度現在的經濟成就並非一步登天 也跟台灣很像 你們猜猜 印度一開始的工業發展 是怎麼開始的呢 如果跟台灣類似的話 難道是透過農業發展工業嗎 Bingo 狐狸貓好厲害喔 就像狐狸貓說的 印度最早的工業發展 在英國殖民時期 是透過簡單的原物料 發展農產加工業喔 這部分我知道 因為印度同時要把這些 初級工業產品出口到英國 工業就在這個階段 慢慢發展起來呢 麥麥說的沒錯 至於獨立後 因為計劃經濟的緣故 印度轉而著重 國防工業的發展 苦力貓 你知道國防工業 是屬於哪種類型的工業呢 我猜是正工業 你很棒喔 然而 隨著工業的快速進展 帶動都市化 印度也因此面臨不少問題 根據過往的學習經驗 你們覺得印度 可能有出現哪些不利影響呢 我想 印度快速工業化的結果 讓移入都市的人口快速增加 但跟歐美國家相比 印度都市的基礎建設 是足夠的嗎 如果基礎建設不足 貧窮人口住不起市中心 他們會住在哪裡呢 由於貧富差距大 雖然莫買的市中心快速發展 但莫買桌邊的達拉圍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貧民窟之一 你們可以看看這張照片 哇 這個大城市與貧民窟的對比 好強烈喔 對啊 而且交通擁擠 垃圾污染等等 也都是當地 相當嚴重的都市問題喔 這讓我聯想到 在學習東南亞時 有些城市也因快速都市化 而有相似情形啊 你說的沒錯 可見你們都注意到了 印度都市的基礎建設是不夠的 自然也不利於產業持續發展 因此 印度政府便決定要發展高科技工業 及新興產業 以彌補其國內 普遍基礎建設不足的劣勢 為什麼基礎建設不足 可以發展高科技產業呢 這是因為高科技產業或新興產業 相對重工業要節省能源 受基礎建設的影響比較小 剛好適合印度目前這種情況呢 不只如此呢 光是想升級成高科技工業 沒有足夠的人才或區位優勢 是無法轉型成功的 你們有聽過印度理工學院嗎 它可是印度人擠破頭 都想要考商的學校呢 小數蛙剛剛提到是人才部分 那印度究竟有哪些區位優勢呢 我有看過相關書籍喔 他們有充足廉價的勞力 及受英國殖民的語言優勢 以英文為官方語言的印度 因此吸引許多歐美國家企業來投資 進而發展成軟體產業喔 你看這一張印度在2023年的 人口金字塔 是否有觀察到他們充足的勞動力呢 有耶 他們的重年人口明顯比 幼年和老年多好多喔 還有喔 由於地理位置造成的時差 可以讓工作無縫接軌 像是 有些歐美國家的工程師 即使下班了 還是可以由印度工程師 繼續接手 充分運用跨地域的人力資源 聽起來真棒 印度有這麼多產業優勢 要是我當老闆啊 我聽了一定也會跑到印度投資的 嘿嘿 狐狸貓你太誇張了啦 不過除了軟體 資訊產業 現在也有很多外國企業 喜歡把技術層次比較低的部門 例如客服的工作 就外包給印度執行呢 這也都歸功於印度滿滿的區位優勢喔 賣賣小說啊 我之前看過好幾部電影 像三個傻瓜 拼命百萬夫喔 過這幾年新出的夢買女帝 是不是都是來自印度啊 你說的沒錯喔 夢買寶萊塢是印度電影產業的重鎮 是主打以低廉成本 與歌舞劇等形式 打入市場的新興產業 這也難怪印度電影總是充滿歡樂的氛圍 因為電影裡頭都在長長跳跳啊 我也有同感耶 每次看到印度電影 總是讓人感受到歡樂呢 語言是印度經濟發展的區位優勢之一 請問印度當今的主要官方語言 與下列哪個國家的殖民背景有關 A 法國 B 英國 C 美國 D 德國 答案是 B 狐狸貓 既然我們已經大致了解印度的經濟發展歷程了 就讓我們來嘗試解答你最初的疑惑吧 其實印度現在正面臨抉擇 到底是要向中國靠攏一些 加入RCEP跟一帶一路呢 還是要選擇加入美國的印太戰略 一帶一路就是之前提過 中國想要沿著路上及海上思路 投資各國的基礎建設 以維繫它在世界上的政治經濟地位 對嗎 你說的沒有錯 那什麼是印太戰略呢 這我知道喔 印太戰略就是美國針對太平洋 與印度洋的戰略規劃 透過於日本、澳洲、印度等民主國家的合作 抗衡極權主義的勢力 真不知道印度做出選擇了沒 狐狸貓你忘了嗎 印度不是才剛退出 對耶 印度竟然退出RCEP代表印度最後決定 要往美國提出的印太戰略靠攏了 答對了 其實啊 印度與中國常常產生衝突 例如在科蛇米爾地區的領土糾紛 又或是對中國一帶一路債務陷阱的顧慮等等 也難怪印度會選擇退出RCEP向美國的印太戰略靠攏了 可是這不也代表印度與東南亞國家也少了一個合作的機會 不是嗎 是啊 但有選也有得囉 現階段的印度寧願積極參與其他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 也不願加入RCEP 天啊 國家間的關係真的好複雜喔 一下子經濟考量 一下子又是政治考量 搞得我頭都搖昏了 這就是地緣政治有趣之處嘛 印度困境 基礎建設不足 因工業化導致快速都市化造成的空氣污染 交通擁塞 住宅缺乏造成貧民窟的出現 以及水源污染 印度經濟發展優勢 一、勞力充足且低廉 二、時差優勢 三、語言優勢 因其曾被英國殖民 四、資訊原材充足 發展資訊軟體產業 新興產業 南亞區域結盟策略 與中國以一帶一路為主 相關組織為RCEP 與美國以印太策略為主 相關組織為CPTPP 同學們 經過這堂課的學習後 有沒有發現地理的知識真是包山包海呢? 你還記得印度政府經過通盤考量後 現階段朝向哪個區域組織或政策靠攏呢? 你認為這個考量的原因是什麼? 歡迎與我們分享 下次見!